华联市长魏嘉贤今天一早前往国福园区视察 已经完成的幸运草景观水池 而这座水池是以喷泉以及夜间照明变化 来呈现出独特的水景 营造拍照打卡的任命景点 华联市公所今年初在国福园区开辟了一座 以幸运草为造型的景观水池 在最近完工了 市长魏嘉贤表示多了水源 可以让周边的生态更丰富多元 也深迅未来这里会成为许多人拍照的热门景点 国福社区这边生态区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绿草跟落雨松的部分 但是很多民众就在讲说 这边如果有一点点水的话会更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做幸运草景观水池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景观水池 能够有更多的生态系统在这边来重新的开始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水池弄好之后 有很多的一个生物 我们刚讲白鹿丝鸟类 还有一些蜻蜓都过来这里 那虽然在这里我们还是初步还在做 适应的部分 让它来做适应转的部分 那我们相信未来如果说能够持续的 知道它的一个相关生态系统的部分 我们未来会引进更多的一个有趣的水生植物 让这里变成一个很充满生态多样性的一个地景 那也希望说未来成为大小朋友 户外教学或是拍照一个景点 国福园区新玉草景观水池 整个设计和新建都是由施工所农官客同仁一手包办 现场可以看到整个规划完全不输给专业 而新玉草景观水池未来还会引进更多的水生植物 让国福园区可以成为充满生态及多样性的地景 也会是学生户外教学 或者是大小朋友打卡拍照的景点 借了会欢迎视报道